曾經有些就是研究者想要研究就是GNV的一些對話記錄啊這些 然後加上又10周年了 10周年其實我們過去累積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討論 看看大家能不能在10周年的時候做些什麼事 所以之前我在GNV Slack這個頻道上面 就提說我們是不是能來做 把GNV Slack的對話備份做一個完整打包公開 讓研究者可以拿所有GNV的公開的對話記錄來去做些研究 例如說哪些人特別活躍 哪些頻道活躍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然後譬如說每一次大松的時候有沒有促成了多少樣 人口成長什麼可以做各式各樣的分析研究 那之前就已經有做 因為Slack本身有內建公開 匯出所有的對話記錄的功能 但當時覺得有個疑慮 就是說裡面可能會有一些不小心洩漏的個資 例如說E-mail啊 電話等的 所以當時在GNV Slack頻道上 就有做一些討論要怎麼做去識別化 那現在這件事情已經做完了 就是目前我們已經今天把那個備份記錄 就是從2014年8月16號第一次使用Slack 然後一直到現在 日記寫錯 今天2022年6月18號的所有對話記錄 都公佈在這個網址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去那邊下載 那這一包大概是62Mb 所以請大家不要在這邊下載 不然等一下網路就爆掉 然後那個 在裡面包含了所有公開頻道的公開對話記錄 然後做了一些識別化處理 例如說E-mail跟電話處理 然後以及使用者名稱只留必要欄位 然後清理的程式也有公開 所以清理資料的邏輯大家可以到這裡面參考 然後 就 下面有一些說明 那也就希望說接下來看看大家能不能利用這個打包的資料 做一些分析研究 或者是做各種視覺化圖表都可以 那讓我們就是可以幫這次10周年的時候 可以再多做一些就是大家GINYB成員們 所留下的一些一些視覺化分析或一些記錄之類的 所以就歡迎大家拿去自由使用 好 謝謝大家